Hello,大家好,我叫刘安琪 你看看这本书,这本书《Angel in Dreamland》 这中文名叫《安琪儿漫游梦境》 对,这个是我新出的书,有一百个我做过的梦 那其实我这个已经是正在拍动画了 已经拍了六集 对,那我们先解解梦吧,说说第四集 第四集就是说一个毛毛虫 是我梦到一个毛毛虫,最后就成了一只飞蛾 那是什么意思呢?毛毛虫呢 就代表你的生活中有些困难 还有危险,还有你很辛苦的 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对,周公解梦是这样说的 那我觉得都挺准的 因为你可以看看 这一集,毛毛虫这一集 这个是去年 就是2018年 9月24号 那段期间,其实我就病得很厉害 因为肾有点问题 两边肾都有问题 就不能工作 经常就在床上 那些课程要我教书 课程都删掉了 都停了,都没有上课 最后一般学生都走了 都没有去学 因为就是经常请病假 病得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是挺准的 那如果梦到毛毛虫的话 一般来说就要杀掉它 就好一点 不过我做梦的时候很少 就一般都不会说杀掉那些动物的 所以就游它去 所以可以看看我那些梦境的动画 可以去搜一搜 对,谢谢 下次见咯 谢谢收看 请订阅